字幕提供 好的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洪彥老師 那很快第一次段考結束後呢 這個影片大家都有觀賞 然後考了第一次應該不錯 那到了第二次的時候呢 我們也要來注意這個國三的段考復習 這一次的歷史算是決勝點 也是一個很大的轉捩點 因為它進入到中古時期 其實中古時期有非常多 比較龐雜的內容需要來統整 那老師我教你 在第三章的時候呢 除了剛開始那個日爾曼建國 這個是比較死的東西 同學可能花點時間要去背它之外 那它的代表性呢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呢叫做法蘭克王國這個部分 法蘭克王國呢在極盛時期 是九世紀西元八百年的時候 叫做查理曼帝國 它是算比較像樣的一個日爾曼政權 比較有代表性的 可是也好景不長 它死了之後呢一分為三 變成西法蘭克 中法蘭克跟東法蘭克 後來呢這個中部就被吃掉了嘛 好西法蘭克變成之後的法國 再來東法蘭克變成神聖羅馬帝國 被福爾太孝說既不神聖也不羅馬更不是帝國對不對 好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帝國已經一分為三了 再加上它根本也不是羅馬的政權 不過這個鳥鳥的帝國呢 卻也存活了非常久的時間 它是二徒儀式所建的 最後呢是被拿破崙解散 改祖萊英邦聯 好所以這是第一個 中古西歐它的政權上的重點 好那同時間的話呢 中古時期我們說 是五到十五世紀 那同時期的東羅馬 它其實是屹立不搖的存在 它是世界上最長久的帝國 它從西元395年到西元1453年 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 好那我們來幫同學來稍微講解一下 西歐在中古時期跟東歐 東羅馬有什麼不一樣 基本上兩者是相反的 我們先從西歐來說起吧 西歐的話呢它本身 政治上是封建制度 也就是地方分權諸侯割據的一個情況下 它是以契約來組成領主跟附庸彼此之間的關係 好那在經濟上呢屬於莊園制度 它就是農業的社會 所以呢很多歷史學家他會認為說 中古的前期被稱作叫黑暗時代 好黑暗時代 那在教育上學術上 它就是研究基督教的神學 所以呢雖然這個地方封閉 但是呢它基督教幾乎是可以把這個世界 把這個封閉的世界把它串連起來 所以那個時候也是相對比較單純的 好那東羅馬它的存在就比較稍微辛苦一些 其實東羅馬雖然一千多年你壓力不要那麼大 它就是一個代表性的叫做查士丁尼大帝 它在西元六世紀的時候 所以它也是同時第四個橫跨歐亞非三州政權的一個國家 那哪些重點呢它是政教合一的 所以不同於中古西歐的政教分離 再來它有查士丁尼法典 它有聖索非亞什麼大教堂對不對 這些都是東羅馬的一些考點 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另外的話就是建築物的部分 如果考試問你說歌德式跟羅馬式它的差異性 其實很簡單 歌德式就是比較浮誇 它是用比較高啊尖啊彩色的玻璃 那羅馬式就比較延續古羅馬時期的物實樸素 它也是後強 然後呢這個圓柱的方式列柱的方式來鋪章的 好以上的話這是第三章它大致的前半部重點 後半部的話就是伊斯蘭世界 那伊斯蘭世界同學要注意的是 它延續過去的先知的概念 所以最後一位先知它就創教者叫穆罕默德嘛 那經典叫什麼呢 經典叫做古蘭經對不對 好那裡面有哪些重點 就是說我們在念的時候要特別小心的 它當然是在七世紀的時候創教 然後八世紀的時候這個阿拉伯帝國擴張 甚至影響到過去的這個東羅馬的版圖 所以在版圖的部分同學課本上的地圖 麻煩要幫我特別的去留意一下 擴張來阿拉伯這段考很容易出的就是 它有佔領到歐洲的什麼 伊比利半島 這一點的話同學一定要特別幫我留意一下 好那伊斯蘭世界呢它是一神教之外 它有三個帝國是主要信仰的 除了八世紀的阿拉伯帝國之外 還有十一世紀的什麼 塞爾柱土耳其 它引發十字軍東征的這一支 因為它算是對前來朝聖的 這個基督徒比較不友善 後來這個教宗叫烏爾班二世為了要收復聖地 所以才號召十字軍發動動爭 所以也讓西方人意識到 原來東方的世界是如此的進步 外國的月亮比較圓這樣的一個想法就出現了 好那另外的話還有十四世紀的俄圖曼土耳其 它後來呢也是在1453年的時候滅掉了拜占庭帝國 所以其實第三章的內容上是比較龐雜的 同學要花點時間花點耐性去看 好那另外的話像比如十字軍東征阿 蒙古西征阿 分別傳入哪些東西到歐洲 好那另外要小心像達羅斯之意 這是中國史對不對 造紫術西傳 那之後傳的比如說蒙古西征它是什麼 老師的視頻我的課程裡面也有 它西傳的叫做印刷術火藥還有紙幣 好這個一定要特別的留意一下 好另外的話呢到了第四章 第四章相對輕鬆 因為你只要用主題式的方式去念就可以了 像第一個叫什麼文藝復興 好那文藝復興它就是14到16世紀 地點在哪裡 義大利的佛羅倫斯 所以它是屬於義大利半島 好思想上呢它叫做人文主義 好那內容上它有什麼方言文學 方言文學這個五個作家 同學一定要自己把它留意一下 好另外的話呢就是有一些藝術家 比如說達文西啦 米開朗基羅啦還有什麼 還有拉斐爾 這些他們的繪畫跟雕刻的作品 要把它念熟 最後就是政治文獻馬基維利的軍王論 他說國軍要像獅子一樣兇猛 像狐狸一樣狡猾 好這個有點類似中國的法家 那復興的概念它不是只有一位的復古 它還有再生跟創新的部分 所以也可以結合公民科的文化傳承 以及文化創新這樣的一個思想去考出來 好那第四章的重頭戲在於什麼 第五大發現 第五大發現它的開端是由於 對東方物資的需求以及國軍的鼓勵 但是陸地上呢又受到意大利商人跟土耳其人的阻撓 所以這個時候呢使得 這個伊比利半島的西班牙跟葡萄牙分別要去另辟心境 好那同學老師帶你複習 葡萄牙有兩個人分別它是代表 第一個叫做迪亞士 迪亞士呢它來到非洲的最南端發現了什麼 好望角 再來有一個叫達加瑪 就延續迪亞士的路線 繼續往東走來到了印度 那另外呢西班牙是發現新大陸 新大陸的話第一個就是1492年的什麼 哥倫布 哥倫布它抵達了什麼 美洲 所以間接造成日後美洲的古文明 我們說阿茲特克或者是瑪雅還有印加 這些亡於這個西班牙的一個政權 那當然有人說瑪雅是自己滅亡的 好另外一個就是麥哲倫 它證實地球是圓的 地緣說它的創舉 可是它本人呢是在菲律賓這個地方遭受到遇難 那這個東西呢使得歐人的心目中 它是由原本地中海的世界轉移到大西洋跟太平洋 也開始所謂的舊帝國主義貿易的殖民 好以上就是地理大發現的整體的重點 它可以結合台灣史也可以結合中國史去考 最後一個就是什麼 叫做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你要延續第一次段考的基督教 基督宗教來做一個整理 基督教在第一次分裂的時候它是11世紀 它分成羅馬公教跟希臘政教 那羅馬公教就是前面侯應老師講的 它是屬於中古西歐政教分離的一個宗教 再來希臘政教它是政教合一的 希臘政教後來也影響到這個斯拉夫人 影響到現在的俄羅斯 所以它也是政教合一的代表 那日後呢在第二次分裂我們俗稱宗教改革 馬丁路德在西元1517年他發表了95條論綱 作為這個濫商起點 所以呢它是上面那個分裂的 它叫做羅馬公教 羅馬公教呢有三個新教誕生出來 就是後來俗稱的基督教 分別為路德教派 克爾文教派 還有什麼英國國教派 那他們各自的教義 以及他們傳部的方向 還有哪些地方是信仰的 這個同學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基本上 路德教派就是北德 還有北歐 那英國國教派是最簡單的 它是英國以及它的殖民地 你把這兩個排除其他都是克爾文教派了 那舊教有自己的延續改革 他要訓練傳教士 他就是什麼東西 他就是天主教的耶穌會 那像明末清初來到中國的利馬鬥 他就是代表 那這個耶穌會是由羅耀拉所創立的 好那以上的話就是宗教改革的細部的內容 還有一個小的主題就是王權的建立 為什麼中國歐洲 他是從封建國家 到了後期的時候變成王權國家 這個叫做民族思想的一個計畫 那有兩個他是透過打仗的方式 就是英國跟法國 1337到1453年的百年戰爭 好那伊比利半島它的西班牙王國 它是由婚姻聯姻所造成的 它合併亞拉綱跟卡斯提爾王國 並且把白衣大使把穆斯林驅逐出境 好所以這些的話大概就是我們第二次段考的一個小重點的集結 希望呢同學可以藉由老師的這個視頻幫你彙整最後的重點 並且你要一定要注意回到課本把所有的地圖 所有的小知識小幫手觀念看熟 好希望同學在第二次段考呢也有很好的表現 我們下次見加油 拜拜